区公所人员正用茂林卢开雨 向民众宣传台风讯息 并请族人做好防台准备 这不是真的有台风要来 而是茂林区公所办理的 防止土石流灾害演习 参与演习的单位 除了区公所以外 还有消防队 分住所 第八军团及中华电信等多个单位 防灾演习内容也针对茂林区的地理位置 举行复合式的灾害演练 这次演练主要针对我们在茂林里 尤其是秦仁谷地区 它是属于低洼地区 每次灾害的时候 这边都会造成我们这个水 淹买到我们这个茂林部落 所以我们这次的演行对象 主要是我们茂林的秦仁谷部落 当然我们希望是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演练 让我们的乡亲更能够了解 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临危不乱 会有一些我们的相关的单位 来协助这样的一个救灾 除了公家机关 这次有许多族人也参与演习 最老有八十几岁的长辈 最小的还没就学 族人表示受益不少 我本身就住在这个灾害区 所以我们受这个演练以后 我们可以来提醒自己 如果有什么台风 一定要预防防灾 就是要赶快整理东西 要那个测撑 然后去那个什么收容所 高雄市茂林区在八八风灾受创严重 现在部分地区也还在浅市灾害区 茂林区公所希望透过这样的防灾演练 能提供族人正确的避难知识 并在灾害来袭时做出即时反应避难 记者班狼高雄茂林采访报道